下一位講話是徐家晴女士 她是台北市的議員 在座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Tashi Deleuze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紐約跟大家見面 特別是紀念西藏靠報50周年 我是民進黨的中央委員 在上個星期 民進黨的中常會 特別通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議 是有關於每年的3月10號 在民進黨所有執政的縣市 都必須把這一天定為突破日 是台北大 特別是台北大 We are also a member of the Central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aiwan and last week the Central Standing Committee made an important decision that for henceforth starting from today all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where the DPP is in power shall declare 7月10日是Tibet Day 今天,在高雄上已經有五部影片,還有青年畫展或是女性的演唱會 我們希望用各樣的方式來紀念所有愛好之有民族的西藏人士 在這邊也要跟各位特別說明台灣人民是追求愛好獨立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的 所以所有的台灣人民以及民進黨願意用各種的方法來協助我們西藏的人民能夠繼續維持他們的人權並且追求他們的自主跟自治 同時我們也認為中國是非常需要民主化的國家 因此如何讓中國能夠保障所有人所有種族所有性別的人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 民進黨跟所有的台灣人民願意用最大的努力來協助中國的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度 我們希望西藏、台灣、中國和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能夠用和平的方式創造人類最大的幸福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 Tibet和中國能夠一起努力 可以一起努力在全世界的利益 在一位平坦的一位 當然,一起努力在一位平坦的一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